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在文在寅政府时期担任委员会的共同主席 所以我实际参与了政府的决策过程 希望能够达到2050年的探中立目标 2050这个探中立和静临目标当然非常重要 但是在2030跟2040也当然有非常重要的目标 因为这些温室气体的排放 一旦排放出去之后 就会在世界各地留存很长的时间 所以当然首先我们要减少既有的碳排放 在联合国的IPCC他们发表了全球暖化的警报 认为全世界必须要控制升温在摄氏1.5度之下 才有可能来达到未来的目标 我们必须要快速地降低碳排放 因此2030年的碳排放目标就很重要 我们即使在2050年有碳排放达到静临的目标 我们必须在2030年就先达到初步的重大目标 尤其在2050年静临的目标当中 前面10年也就是未来10年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必须要减少40%的碳排放 因此在现实的情况 我们如果要达到2030的目标有些困难 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各位说明 在韩国目前的进度跟目前所立定的目标 在发表2050年碳中立的目标之前的时候 我们在2009年 当时李明博政府就已经在2009年宣布 我们希望在2020年降低排碳量达30% 我听说台湾的目标也许跟我们有些不同 但是2009年我们的确立定了这个目标 到了2015年的时候 我们当时的目标是在2030年的时候 我们要达到减碳37%的目标 到了2019年的时候 我们又再次做了新的目标 我们把我们的减碳的目标计算方式呢 稍微做了改变 我们不再是以过往如常作为基准 而是我们希望以2017年为基准点 去降低24.4%的减碳目标 到了2018年的时候 我们希望呢 我们的目标可以减少 但是反而到了2018年的时候 我们的碳排放量到达了最高峰 相较于2014年 其实增加了23% 到了2020年的时候 韩国的文在寅政府宣布了2050碳中和目标 而且也在2021年的5月 成立了碳中立的委员会 所以各位看到这个图表 是我们目前实际的碳排放量 才如红线所致 我们虽然之前立定了各项的目标 可是各位看到数字并没有明显的下滑 我们跟目标相比而言的话 其实我们反倒增加了很多的碳排放量 我们当时的目标是 5亿4300万吨 但是到了2020年的时候 我们预期我们的碳排放量是7.76亿吨 而实际的2020年排放盘碳量 则是6.48亿吨 换言之 我们的实际排放量 依然比目标高了大概1亿吨左右 在2020年我们宣布了碳中立跟碳净灵的目标 当然这个2050碳中立宣言 并不是凭空涅造出来的 在宣言发表之前 其实有很多的步骤 对话跟进程 在政府内部 还有中央跟地方之间 以及政府跟民众之间不断的沟通 韩国主要是两个层级制的政府 包括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所以在中央政府发表这样的宣言之前 其实有些部分的地方政府 就已经宣布了这些地方政府的净灵目标 因此文在寅总统在2020年10月28号 也宣布了净灵的宣言跟目标 在2020年底的时候 我们宣布了碳中立的推广策略 也在隔年2021年的5月 成立了2050的碳中立委员会 而在照片当中 身穿浅绿色套装的就是我本人 那之后呢 我们的国会也针对了碳中立跟绿色成长 制定了相关法律 因此2021年之后 这个碳中立就不再只是宣言 而正式纳入法律当中 具有法律效力 那之后到了2021年的10月 我们也宣布了2050年净灵台碳碳中立的 想象的情景跟常规的情况 我们在2021年11月的时候 也重新去调整了我们的减碳目标 当时我们在之前所设定的目标里面 并没有想象2050年的这个目标 是净灵减碳的情况 所以换言之 我们在2030年2040年的目标 也必须要随之调整 虽然目前而言 我们想起来 2030年好像还有点距离 但是我们其实现在就必须要采取行动 我们必须要在很多的方面 都要采取很多的步骤 那各位也知道 就是在2050 我们的碳中和委员会呢 其实我们也组织起来的 成为我们碳中和组织的 等于是这个主要的主管机关 所以这也是一个跟公众沟通 以及参与的一个枢纽 所以下面呢 还有这个子委员会 比如说上面有八个 那还有这个中间的常委员 常任委员会等等 那我们也有这个咨询的机制 可以聆听人民的声音 那当然我们还有这个整体 全体委员会 所以各位也可以看到 就是另一个方式来表达 我们的结构 那所以在总统下 我们的总理下面呢 他是有一个直属的委员会 那本来是有十几个 大概有 下面有两个委员会 那18个部长等等 所以一开始 那其实 那当初最初的那几个委员之中呢 有两个辞职 所以最后是总共95个委员 里面包括说18个部长 那像我就是共同委员长 就是 所以我也是 我也是里面的 就是主要的活跃分子 所以是一个层级相当高的一个委员会 所以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还有 就是公民的代表 所以 有超过 超过500多个 这个公民 代表 那为什么给他们代表性呢 所以 我们是以比例方式 依据性别 性年龄 以及他们所在的地方 请他们作为代表来参与 那那时候 在年龄 还有就是以整个南韩来看 我们 是以19岁为成年的基准 那19岁以上在韩国就是成年了 那但是在这个委员会呢 我们是特别把年纪呢 降到15岁 本来是成年 是19 那但是我们到年轻15 那这是因为 气候变迁对于未来的世代影响更大 所以我们也希望聆听到年轻世代的声音 那也许我们不能够请小宝宝 或者说是无形为能力的幼儿来代表 那但是我们也请 就是中学生高中生来参与这个委员会 那另外我们也有 这个委员 那尽可能去聆听所有利害关系者的心声 所以包括说各个层级的政府 那还有像是劳工的工会 以及农工就是或者说是农民的工会等等 不同的组织 另外我们还有两个 我们建立了两个碳中和的场景 那设立这个场景之后 政府也希望可以 当然让它成真 所以有两个方案 那这个方案呢 我们透过这个技术工作小组 那里面就有72个专家 包括来自45个 跟政府相关的这个研究机构 45位 那他们就会建议 那事实上是11个部会来推荐指明 请他们来参与 那我们一起拟出了一个提案 那在拟出这个提案的时候 在CNC就是我们的碳中和委员会 有了草稿之后 我们就来讨论 所以这个会议 大概在8月5号的时候 才刚开过会 所以是5月29号 就是成立委员会 那就是两个月里面呢 就有好多54个 这样这么多的会议 那我们也公众的 就是向大众发表 就是届时碳中和的情景 那这个情景 就此我们跟大众沟通 收集他们的意见 包括利害关系者 以及一般的像是市民 公民委员会 等等一些公民代表 那大家的意见 我们就收集起来 作为决策 最终决策的参考 并且公开的宣称 就是宣布了我们这个 最终的情境 那包括说2030年碳中和的情境 所以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 草拟的一个情境 对一样 我也是代表CNC来向大众公布 那那时候呢 这个情境 其实总共有三个情境 各位可以看到 在2018的排出 碳排呢 是我们的基齐 那那时候呢 727.6 这是百万吨的单位 这还不包括吸收 所以这个纯粹是排放 没有计算这个碳吸收 所以这是纯排放 那如果扣掉的话 大概就是少了100多 这个数字 那在韩国的话 我们的能源产业 它排放的碳是最多的 大概 86.9% 就是将近87%呢 是来自我们的能源产业 其中 像是 能源 改造 或者是能源调整 产业 大概是30% 那还有这个工业等等 可以看到右边 那但是也有这个间接的排放 那是使用电力造成的间接消耗 那一样也会有电力的消耗 这是在工业 产业 54%的排放呢 是来自工业 为什么 因为我们韩国的工业 还有许多能源密集的产业 那像是钢铁 那还有我们的石化产业 所以半导体也是 所以其实韩国要成为灵碳并不容易 但是有这样子的场景我们设定出来也去沟通 那我们 我们 第二个场景呢 是以LNG 就是我们以那个天然气 那还有就是能源转型 因为在转型方面呢 那时候会有很大的影响 第三个呢 则是在沟通 在运输方面呢 是零排放 那因为我们尽可能去使用 这个再生能源 像是氢以及氨 所以这是在运输方面呢 也要做出改善第三个场景 所以这是我们提出的三大场景 那后来发生什么事呢 就受到了海量的批评 那大家批评尤其是像是 就是这个业界里面的人 那还有公民社会呢 其实都有许多的意见 那他们非常非常有意见 那我们也收集了大家的反馈 那像是工业界呢 他们的目标 像是我们给工业设定的碳排目标 他们就说这个目标太高了 太积极了 所以从2006到 从2006到53 就是这个是大幅的减少 这个差距太大 所以这个工业他们 工业界呢 他们觉得 哦这实在太辛苦 那公民团体也很生气 他们会觉得说 对工业呢 你设定的这个门槛太低 一方面觉得太难 另一方面又觉得根本是太容易 所以他们觉得 人民就觉得CNC只是在做秀 我们要要去那个好好的做事才行 所以其实这两个情境呢 都意味着 我们都希望有正面的形象 其实这都是有两个情境 都是有可能的 如果我们采取情境一 那继续就是使用一样的方 使用的发电方式 那么就是要应用更多的CCUS技术 要去截取 并且储存更多的碳 我们没有办法在韩国达成这样的目标 我们一定需要更多的工业协助 那他们的应用等等 CCUS我也都有帮助 那总之呢 各位也知道 尤其不只是在这个2050的情景 那2030的这个情景呢 我们也发现 我们整个的框架 像是绿能成长 其实也希望政府可以 2018年就要减少35%的碳排 所以在讨论的时候 35%的数字 像我们CNC一直在开会 我们就跟政府 后来就想说 那40%吧 40%吧 这是我们本来的提出 那但是CNC的委员长 那总共有五个委员长 他们都表示 他们干脆就辞职了 那所以那时候呢 可以看到画面里面 他其实是年纪最轻的委员 他才20几岁 所以就我们希望可以透过 有他的参与 我们知道说年轻人也是参与其中 所以作为委员 他就说 2030 这个我们设定目标太低了 他觉得没有办法接受 那另一方面呢 另外 也有宗教团体的这个代表 他就说 2050 探中立 如果一样 我们2030的门槛这么低 2050怎么会做得到 所以其实民间的声音啊 跟业界的声音 有很多的差距 所以我们开了很多 CNC的会议 还有政府的会议 我就问他们说 你们应该公开的 就是表达你们的意见啊 就是比如说你有这个 看法白皮书 那真的是跟大众呢 去 比如说透过网页呢 就公布嘛 那这样子每个人就可以看到你们的意见 那但是反正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做那些事情 所以这是我们最后 我们确认的这个情境 那我们消就是去除了就是情境一 因为透过我们公民的委员会 那80%的参与者认为 我们应该要关闭火力发电厂 2050年前关闭才能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场景给移除了 那另外还有两个场景 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比较积极的 当然是另一群人的意见 我们也把整个情境设定为 Plan A跟Plan B 那两个情境都可以达成 在韩国达成碳中立 而且呢不需要国际的援助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在能源的进逐方面呢 在那个时候也看到有 这是核能要退场的机制 其实2050呢 计划A包括说 1% 6%的这样的核能 那第二个情境呢 则是也相当有限 我们也希望可以增加 我们的再生能源 那这边让我看一下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投影片 那即便如此呢 我们做了这么多调整 还是受到了许多批评 那我们也没有回头路 因为这是一个全球的 倡议 我们不能够回头 我们要往前看 所以我们新的政府 新政府也宣布 我们会保持维持一样的目标 但问题是 我们不能够透过再生能源 单单再生能源来支持 我们达标 所以新政府 他们 他们想要 就是在重启 当时的这个核能 退场目标 就是我们现在新的 我们的乙习音乐政府 那那时候像是 能源的供需 那他们也认为 核能更加的扩散 所以 再生能源减少 这是他们观察到的现象 但是对韩国来说 这是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 没有什么储存 核费料的地方 并且住在核能电厂附近的人 那他们的健康都被 比如说布 或者其他的放射元素给污染了 所以很多人 他们其实没有办法接受 然后就是在韩国 我们还要就是在盖电厂 或者在他们家附近有电厂 那我们自己也不能够 接受 其实也是有一些人 他们觉得不想要用 核能电厂的核电 所以这些问题是很严重 那我觉得政府人物 政治人物在这个时候 非常的重要 了解人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 那不只是说 有这种这些数字 我觉得 这些数字之外呢 我们也有很多 也达成了社会共识 那我听说呢 这些问题 就是比如说你认为 2050的碳中核 就是可能 碳中核是可能的吗 我觉得其实 这是对我们来说 不要问这个问题 要改一个问题 我们要问的是 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那我们要找到实现的方法 而不是问说有没有可能 我们要让它成为可能 让它实现 所以这是我的想法 谢谢 谢谢